Lun Sang 玩笑 Fedip 玩笑 Lun Sang 玩笑 Lun Sang 玩笑 Lun Sang 玩笑 大家好,又是我Fedip 早前一陣子下雨下了兩個星期 一見今天的天氣很好 決定出來走一刻 想了很久都不知道走到哪裏 所以決定去了觀塘 走一個對我來說非常有回憶的山 那裏去哪裏呢?就是沈蚊山 由玉文坊那邊其實有條斜路一直上 完斜路一直上到前面那裏 過馬路就會有一條樓梯 就可以走上去 對面馬路之後轉左邊 走到前面那裏 應該有一間叫福建中學附近 有條樓梯寫著鎮王街神問境 由那裏直上就可以了 沒錯,由這個位置 由這條樓梯直上就可以了 為何這個山頓很有回憶呢? 其實因為那時我在觀塘附書的時候 每逢學校早放啊 或者下午沒有課的時候 我們呢,我們呢 整班附書就會走到上面那個沛水庫公園那裏 一樓野餐啊 看下樓啊 先看看 其實走上去呢 不是辛苦的 你看一看 就是好像 現在這裏這樣 其實有很多樹蔭 走上去其實應該很舒服的 就算今天烈日當空 三十幾度也好 其實在樹蔭底其實都涼涼的 只不過 我這些 樓梯恐懼症的人呢 每次走這條樓梯 我都不可以一次過走上去 其實 現在叫我 一次過走二百多級樓梯 真的有點難度 走斜路啊 都不太辛苦 或者走著停著走著走著都好 這裏呢 是差不多 無間短的 直走二百多級樓梯 才會上到這個位 才會上到這裏 如果我們要再上的話 是要由 這裏 馬路這裏 再走上去 才會到我們的目的地 還有這裏呢 如果大家覺得 走完這裏 都不夠喉的話 其實它有條路 可以再下行 再走下去停山 有人說這裏 差不多到這裏了 我們 轉右手邊這邊上去 終於上到來 這裏呢 這裏呢 就是我們以前的 整班同學 野餐啊 玩啊 甚至 看日落的一個地方來的 其實這裏 走上來是不是很辛苦 不算是太辛苦 如果大家是走上樓梯的話呢 而且不是太熱了 OK 其實很舒服就上到來 另外其實我選不適合時間上來 因為現在是下午的 大約三段半 剛剛太陽起正 頭頂曬下來 在這裏 看出去看日落呢 其實是非常之靚的一個地方來的 這裏 又可以看到維港 又可以看到高樓大廈 開始看了入夜 開曬燈 那樣 這個景色是相當之靚的 還有呢 因為當時整班同學 會在這裏呢 偷偷呢 爬上去上面 看出去外面那裏 其實 這裏看出來 不會說真的太靚 但是 你爬上去之後呢 是另一番景象 今天還有一件事 真的蠻可惜的 現在帶航班機上來 因為其實這裏呢 放機上去看的話呢 拍多景又是很靚的 有時候今天 天陽光普照 又是沒什麼暈的日子 有些可惜 真是美中不中 而且剛才都說 如果大家走完這裏 覺得還不夠的 其實由這一邊這個位 是有路可以走到平山的 前面那裏呢 它會有個小屋子 白色屋子那裏 旁邊呢 會有條小山路的 由那裏位下去的話呢 其實是有路可以再到平山那邊的 那我今天我就不去那邊了 那我現在我就沿路 然後回到觀塘那邊 就完成今天的行程了 因為今天有點熱 我已經沿身好 有點累了 這條路 你說是不是多景觀看呢 不是的 其實你上到去 其實你看出去 我想你真的轉個圈 沒有什麼行程 你真的可能會有些人 讀三個字 已經會走 但是這個位置對我來說 叫做有幾多回憶的 因為我今天有時間 上來走一轉 讓我重新回憶 那也都跟大家叫我介紹一下 有很多不同市區的後花園 其實都值得一走 除了說上次的波豆瓶 之外 其實這裏 收藏山那個貝水湖公園 也是幾值得上來一走 那好吧 那這次的影片 到這裏為止 短短的不太長這樣 我們下次會再去其他不同的地方去走 我們下次再繼續吧 拜拜